陳芬琪與妻兒到念房認屍,神情哀傷 陳芬琪女兒陳開心上星期五在將軍澳寶林墮樓身亡,中年40歲 今晨8時15分,陳芬琪以及太太和兒子 去到大圍庫山公眾念房認屍 由於念房9點才開門,陳芬琪等人就在門口等了一段時間 期間陳芬琪近四周度報 到8時50分念房開門後,他們就進行認屍 9時35分,陳芬琪和太太由一名新穿西裝的男人陪同出來 期間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過一會,陳開心的弟弟也由西裝男陪同離開 期間都沒有回答問題,手上多了一個女裝手袋 西裝男人手袋就有雙鞋 估計兩件事都是屬於陳開心的